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大盘开高走高 收在几乎是全日最高点 今天开高53点 开高之后就没有再破过开盘的位置 算是一个蛮强势的盘式 收盘涨157点 收12908盘中的高点是12911 不过成交总值就1640亿 这个量能确实是不够 不过这个没有量 也代表说筹码相对是安定的 今天最多的时候上涨161点 收盘是涨157点 最少就是开盘的跳空点位涨53点 台子期今天是开涨35点 收涨了148点 那期限货之间逆价差稍微扩大到12点 那贵买指相对涨势比较落后 因为大盘今天涨了1.2%的幅度 贵买指的涨幅只有0.3% 涨了0.48点 收在165.23点 成交总值也说下来就384亿 那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台积电 包括像是大力光红海这些股票涨 相对全资股涨 就是说中小型股票就会相对资金就会被排挤 那另外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上周美国四大指数是都上涨的格局 纳查克指数全周涨0.8% 是连续四周的走高 道琼涨0.07%的幅度 标普涨0.2% 标普跟道琼是连续三周的走高 费半指则是小涨了0.07% 那虽然说四大指都上涨 但是K线都是收黑K 而且留上影线 代表都是开高走低 我讲的是全周开高走低 所以显见美国股市攻上去 有一定的高档的压力 那选前比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震荡的格局 因为11月3号很多人预期 不管是川普当选或是拜登当选 这个美国股市后面 应该会走高的机会比较大 但问题是说11月3号 不见得能出来选举结果 大家要知道 你说怎么可能选举结果出不来 是真的 美国现在到上周末 已经有2500万张的通讯投票了 这个量是上一次的超过一倍之多 预估今年非常有可能有8000万张 是靠邮寄的 就是通讯的投票 大家知道通讯投票 计票拿票出来 还有对签名 其他过程非常繁琐 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 美国邮政系统早就瘫痪了 能承受吗 所以说还有点票计票这些问题 一大堆问题 所以现在已经有人悲观预估 美国总统大选可能要到11月底 结果才会出来 或是说延一个礼拜也是正常的 延一个礼拜选举结果才出来是正常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觉得中间不会有变数 万一中间有一个三长两短插枪走火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这中间会有 我觉得蛮多想象空间 很多一些鬼故事也好 或是说什么故事也好 万一造成股市的波动呢 是不是所以说你说拉上去会不会有人追高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吧 因为蒋赛不安美股台股也是一样 然后区间操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好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集货飞行室林昌新 昌新你好 大家晚安 11月3号选举结果可能出不来了 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真的是 通讯投票非常踊跃 对因为这一次 其实整个的这个美国的选情 看来虽然说民调 拜登领先 可是我看川普老神在在 所以说其实到时候他还很多的这个 补器可以用 包含这个请大法官解释 或说他也不承认 这都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其实大家 其实在观察的过程中 应该是去说比如说就财报面 就这一周很多财报公布 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波动率 比如现在领栏波动率 包含这个VIX其实到了新低 所以暂时我认为 这个盘就是在高档横盘震荡 然后大家就是看他不上不下 所以有拉回你就买 拉上去你就卖 那越靠近选举前 大家的部位就降低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越靠近选举越降低 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必要 我们也没有什么必要 去赌这个选举结果 你说选举出来 真的股市大涨 那你追回来就好了 再说嘛 你也不要去追嘛 你就看看嘛 你看他可以喷几天嘛 我认为也喷不了几天 因为这个市场 总是会回归到瓶颈 那等到有机会再布局 股票不是做一天两天的 所以说在这边 我们当然就是说 相对持股比重 严控嘛 对不对 应该是要讲 而且是说你比如说拉回了 有买 那趁着这一阵子 可能有一些利多或什么 拉上去的话 利多出 对 区间座 对不对 比如说台积电 你看今天涨8块半 上周如果台积电在下跌的时候 你去买它 你今天卖不就赚钱了 其实台股跟美股最近都一样 下面好像月线都有人撑着 那一拉上去的话 人家就卖了 就类似是这样子 好 那美国股市 因为上周四大指数都收一个 上影线带黑K棒嘛 所以可见上当也是有压力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在台股的部分 上周是收跌的 全周是联五黑 日K店联五黑 那周K线也是收跌了一%多 加权只跌了136点 那贵买值跌幅相对比较小 0.13%的幅度 那外资上周 全周是卖超将近60亿台币 期货小减码700口 那期货的近多 但流仓不会是28700口左右 那今天 外资在期货没有太大的变动 今天大台是加码24口 所以基本上就是持平的一个情况 融资上周 全周是增加 增加了将近10亿 上市贵加起来增加将近10亿 融券则是增加了非常明显 4.5万张 所以上市贵的融券 也来到95万8千张 将近逼近百万张的融券 显示也蛮多人敢去勇于做空的是吗 是啊 可是问题是这边做空 好像也逃不到什么好 对因为也没有什么优势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包含在8月中 然后9月底都有这样子大幅的刷下来 可是一万二看起来这边 国安基金还有这个八大关国航库 就是去把它拉起来 所以其实这边做空不是不行 可是一样 逢高做空 刷下来了 你还是要跑 不然呢 又要吐回去给人家 所以这边我觉得 台股其实还算波动大 大概三四百点的波动 其实就要走了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边 做多做空都有它的方式 但是你就是要严明所快 好 那另外在雅谷的部分 上周入股还不错 全州户值是涨幅1.96% 深层涨了1.8% 另外创业板也涨了1.9% 另外港股也不错 港股最近开始在慢慢在动 大家可以注意港股 其实港股的基起很低的 恒生指数上周是连续第二周走高 涨1.1%的幅度 日经指数涨0.8% 油价上周是涨1.33% 这是美油 每桶到41.06% 不油连续两周的走高 每桶是涨了0.4%的幅度 每桶到42.89% 那陆港股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陆港股 大家真的可以留意 就像刚才讲 第一个 那港股当然是这个基起最低 不过港股其实 如果受到这个所谓的汇丰的影响 其实它真的是跌蛮重的 那反过来说 我个人会认为说 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A股 因为A股这一次在选 这个美国选前 其实一直用力的在打A股 尤其是A股的科技类股 被打得很惨 那今天呢 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 A股的这个金融类股 基本上它一直在这边撑盘 所以我认为其实A股真的有护盘 但是它护 其实它不是要拉 它就是护着 等到什么 等到美国选举之后 那如果说美国选举之后 没有再打它的话 我真的认为A股是 现在这些主流市场里面 相对的基起真的很低 而且今天没什么涨到 所以后面搞不好 会有部长的机会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美国选完之后 就进入到这个圣诞节 复活节 跟圣诞节的这个度假 就是休假期 你说在这个休假期间 就是11月12月这个期间 川普要再去 继续横打大陆的可能性不高了 他也竞选也很累了 再加上他也得了病了 他现在是硬撑的身体 在那边怕病 如果他真的选上的话 你说他要不要休息一下 他要不要去度个假 打个高尔夫球 或是去夹节喝流 一定要 所以他怎么可能还会在那边 要打也是明年再说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应该会是入股的 港股的空窗期 对 而且大家如果去观察 其实这一阵子 包含一些什么中芯国际 之前跌横说的 开始在反弹了 我们说阿里巴巴 腾讯 其实他这些大陆的 这些所谓的中概的科技类股 他其实慢慢的在转强 所以等于是 有人也先卡位了 阿里巴巴也真正 有才转强 阿里巴巴在美股挂牌的股价 最近也创破断高点 对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有人悄悄的卡位 除非真的是选完之后 比如说拜登上 然后用力再打中国 我觉得也不可能 拜登也要到明年 明年就职之后 整个政策出来 所以说只有空窗期 可能外资金开始卡位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行情会走 而且这几年大陆股市好像都拉上半年 对 我感觉起来这几年他有一个惯性 就是行情都在第一季第二季 把他给做掉 下半年就盘整 下半年就盘整 可是今年比较不一样 今年其实拉七月 可是七月拉完就停了 那也是拉第二季 拉完就停了 第二季跟第三季出 拉一下就不动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陆公布出来第三季的GDP 这个GDP的年增率是4.9% 预期是5.5% 所以是不如预期 那今年各季来看 第一季是负的6.8% 第二季是正的3.2% 第四季是4.9% 所以前三季总和起来 GDP由负转正 这也算是蛮厉害 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数字是OK的 你觉得这个数字各方面你没有去质疑的话 你说全世界现在目前呢 能这种大型经济体受到疫情冲突这么严重 其实它算是最好的 对啊 但是就像董哈哥讲的 如果觉得它的数字是OK的话 对啊 我是没什么好去怀疑的 因为我觉得数字就是给你参考 对对对对 你要去怀疑它 你要去质疑它 什么都可以去质疑了 讲实在的 全世界的人看到的都是这个数字 所以说投资的话 就有人会有头寸先进去的 就是这样 好 那至于说路股后面行情会怎么走 我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工具 当然路股也蛮多ETF 你可以去注意嘛 那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下 再继续来告诉您了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礼拜美国科技股 会开始陆续公布财报 这个周一就今天晚上 是有IBM 礼拜二有奈飞 这是尖亚股 有PMG 保检 礼拜三有特斯拉 也是尖亚股 Verizon 美国的大电信商 礼拜四有英特尔 包括可口可乐 AT&T 礼拜五 则是有这个美国运通 也要公布财报 所以这个礼拜开始 渐渐进入到一些 这个尖亚股 科技股 这个全职股的部分 那今天除了中国大陆 大陆公布出来 第三季的GDP以外 另外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率 这个利润率也会公布 还有就是晚上到 这个明天精神注意 鲍尔的谈话 那拉加德也会谈话 ECB的总裁 拉加德也会谈话 周二有这个美国的 营建许可 那周四有联准会的贺皮书 跟这个九月的成物销售的数字 那周五呢 是美国欧元区的Market 制造业服务业 跟综合PMI 所以这礼拜也蛮多 经济数据要公布的 那至于说入股的行情 今天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在港股的部分 还不错 因为港股已经连涨两周了 虽然说涨幅不大 但它已经开始在启动感觉了 那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是涨了 百分之零点六四的幅度 涨了155点 来到两万四千五百四十二点 那如果你看很止 虽然说今年已经是连续两周的走高 但是今年初以来 它其实还是付报酬 就是说如果以就成指数来看 年初的时候港股的位置 在两万九千一百点 到一万两百点左右 现在才在两万四千五百点附近 也就是说还差距了 有四千点左右的行情 差不多将近四千点 港股还是远远落后 亚洲其他市场 那至于说上证值 我们看到今天收盘 上证值是下跌百分之零点七的幅度 深圳走低了百分之零点八 不过在上周 这个深圳跟上证 都是同步走高将近两%的幅度的 那如果我们来看到上证参考指数 今天收盘是3312点 是跌幅百分之零点七 那今年它的高点 大概在七月份左右 创下3458点 今天差不太多了 那今年的低点是三月那时候 创下2646点 这个是整个上证 今年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那如果你就很长线来看 其实三千多点的这个位置 应该来讲还是在一个 相对低水位的区域 所以请教这个奇货分析师 林尚心 那即使是三千两百多点 你如果很长线来看 看月线的话 它其实还是在这个 差不多05年以来相对一个底部区 对不对 而且说真的 大概就是说2015创造之后 基本上这五年来 做A股的人基本上都很辛苦 为什么因为现在等于是 打七则左右 所以说其实 很多的外资 为什么这边开始做配置 我建议大家今天看一个东西 叫做人民币 其实这一波人民币 真的蛮多了 所以前进中国之后 买两个东西吧 一买人民币的 相对的 债券 第二就是说 A股他们慢慢在买 所以说 如果说你有基金 或者说 你要做一些配置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上证指数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美中两个大国博弈 然后博弈之下 美国已经胜出了 已经上这么多了 那接下来就是上证指数 那中国如果你认为 这些 它的蓝筹股 还不错 而且它 这些蓝筹股不容易 下市的话 那这种基金的话 其实包含这茅台 五粮亿啊 平安银行啊 美帝啦 这些 其实都是这些大型股 会配置 这些机会配置的话 也许这边就是相对的 比较机器低的 那接下来如果补涨的话 我们看看看到 如果在3300 3400 像今天也是开高走低 3300 如果到了4000 其实这一波这样子的话 上涨的幅度 可能搞不好还有10%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在投资上 相对啦 不敢说买下去 一定马上赚啦 可是如果说真的在动的话 真的我觉得会蛮快的 好 那当然这个大型股市 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期货啊 或是ETF上面 我们怎么去参与 入股的投资呢 对 所以说其实在 现在的台湾的市场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如果说 简单来说是期货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A50为主 那这个A50 当然就是1.1美金 但是呢 它其实速度比较快 那所以说 现在的这个 A50的操作 我也会认为说 大家真的是速度 要比较快啦 那现在的话 今天呢 高点在16200多 那一刷下来 就刷到15800多 所以它的那个高低幅 大概是可能有 大概四五百美金左右 所以你在做的话 大概我的建议 大概是五万块台币 到八万块台币做一口 那一点就是一美金 那这个就是喜欢做 比如说你觉得台子没波动的 其实现在的A50 它波动蛮大的 这是第一个投资的部分 那如果说ETF的话 我的看法是说 大家可以去找这种 正义或是正义的 比如说 像富邦上阵 是最多人投的嘛 就是正义 一倍的 没杠杆的 你就当基因去买 那如果说是富邦正义的话 也有很多人拿这个来当充 比如说我们看到 00633L 00637L 这都是拿来做当充 那我特别要讲一个 就是像这种 所谓中小型的 这是比较少人知道 可是我认为像这种 深圳啊中小型的 比如说台湾也可以投资ETF 像00643这个 如果有拉回 其实A股有一个特色 你不要去追高 拉回在月线 或是这个平均线上 你再去慢慢的去投 那拉上去创高 你就出场 那这样子来回 做大概5%左右的这个涨幅 我觉得说可以慢慢的做 所以这些就是 其实你不用特别开户 你在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 就可以操作了 00643是群艺深中小吗 对对对 群艺深中小 其实今年绩效不错的 非常好 他其实今年 是两位数报酬率 对 他这个年初的时候 在差不多13块12块左右 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是在17块18块附近 13块到17块 13块到17块 好像不涨不多 对不起 你要看那个幅度 其实是蛮大的 4块钱 其实大概是 230%的一个幅度了 对不对 对 而且他刚上市的时候 应该是2016年 那时候还是2015的股灾之后 所以他当时上市是20块 所以现在离这个 他的这个上市的值20块 其实还有大概有3块 说左右 2块多块3块 所以说假设 所以他是20块上市的 对他30块上市 其实腰斩在2018的这个 跌到9块多吗 对跌到9块多 然后现在是讲到17块 所以他投资的其实是 比如说深圳中小型的 这些所谓的全职股 那所以说相对的他的股票 也是蛮稳健的 所以说其实比较喜欢波动大的 他的波动相对的会比这些 我们看到A50大一些些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大家如果说慢慢去看的话 他也许有机会再继续往上 也这个有机会 好 我们也访问过群益 深中小相关的这个 就群益的人 也有介绍过这一档 好那此外我们还可以再注意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在现在的市场里面 大家可以特别留意的 就是说美元跟人民币 因为我认为大家现在在选 有时候都会选错 比如说美元跟人民币来说 大家觉得他就 哎呦美元靠便宜 现在来买了 可是你一买 其实短线你赚不到钱嘛 所以反而我认为说 其实以人民币的这一波涨幅来说 它还是属于一个 强深的格局 所以说如果你要两边赚 也许也可以投资 比如说你有些人民币 或者台币 去买一些有配息的 这些A股的基金 其实国内找得到 那他就有什么 他就有A股的优势 也有什么 他可以去买一些所谓的 里面的经纪人就配置什么 买一些A股的债券 那他的利率其实就比较高 那配下大概3%到4% 所以你又可以赚到人民币 又有A股又有利息 所以我认为大家可以关注 这样的部分 其实他就会比相对的 你买人民币 或是买美元来得好很多 好 所以这些都提供我们听门的参考 那美元上周是转强了 美元全周涨了0.7% 美元指数来到93.7% 那又有人是预估 就是说美国选签 美元会持续走高吗 如果说美元持续走高的话 美股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不过看起来 现在目前美股盘前还不错了 这个美国三大指数 涨幅大概都有0.7% 0.8%左右 所以现在目前台子期的盘后 也是小涨的格局 那另外在 这个礼拜 我们还要再观察什么呢 这个就是美元跟黄金吧 比如美元的话 它震荡的话 那黄金看看 有没有机会做一个短线的冲高 我认为其实 大家可以关注 这些美元黄金的悄悄板变化 美元黄金悄悄板 黄金好像这一波 上周修正比较大 对不对 上周修正的1.7% 是三个礼拜首次出现下跌 对 不过第一点是慢慢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去观察一下 你还是看好黄金就对了 我还是看好黄金 你不觉得它走空了吗 我认为它在做三角收敛 你是这样看就对了 我看三角收敛后的表态 三角收敛 当然收敛完的话 就会有出现一个突破的行情 至于说是向上突破 向下突破 行情来验证 行情来验证就对了 这个行情会说话 因为美元弱 所以美元强 上周英镑就跌1%多 欧元也跌了0.9%的幅度 金家收在每盎司1902 这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至于美国的十年期国债 值日率则是下跌三个基点到0.76 我们非常谢谢林昌新